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家里也有支持 杭州也不算太好吧 去几座房 车也就几辆 你想开哪个 咱就拿出来开就好了 想要哪个房子就作为咱们婚房 过付给你都可以的 不行啊 你有这些东西也没用啊 我只想跟小几哥在一起 小几哥我们走吧 我不想跟他讲话了 小凤 我这个好朋友啊 他很多年前我们俩就认识了 人特别靠谱 而且他现在生意做的也很大 待会你就能见到他了 叫他杨哥就行 他可能比你大一点 来 低董 小迪 哎呀 哎 怎么时候来了 刚上啊 刚上来 刚上来 你不打电话说到了一会儿了吗 对 就刚刚一点事耽误了 没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小事 小凤 你好 你好 小凤 小迪总说你啊 我知道 没事 小迪 其实有些事我都听说了 公司的事啊 这个你不要上火啊 不要有那么大心理压力 每个人都有难的时候 是不是啊 咱们从零走到现在 也不怕再从头再来了 是不是 而且呢 咱们一起创业的时候 创业中期的时候 你帮助我那么多 对不对 人力啊 资源啊 物力啊 都有在一直在支持我 那你现在这样呢 做兄弟的 做哥们的 对不对 我肯定不能说让你那么难 只要是我有的 只要你能用到 一定要说话 一定要跟我说 好不好 而且呢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 明天呢 我会给你准备一份惊喜 谢谢你 兄弟 其实我真的来找你这一次 我压力很大的 我其实不要有什么压力 我其实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现在的这个情况 我也不想就是说 可能会拖累你们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是 小迪 你这个你就说话 这个有点外道了 咱们是什么 咱们是哥们 是兄弟 咱们不说那些 好吧 好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我肯定是尽全力的帮 帮你咱们东山再起 好不好 遇到困难了 不要怕 咱们再继续努力 继续做就好 对不对 谢谢你 兄弟 而且呢 每个人都不好的时候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有那么大压力 好吧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没有事 都是自家哥们不说那些外话了 既然来到杭州了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 好不好 吃好喝好玩好 听听啊 好 助理 去那个酒楼锅定一桌那个海鲜 然后晚上呢 我要跟你小迪啊 小凤啊 我们去聚一聚 好的 好 那大概也差不多了 咱们就一起吃饭吧 吃个饭 好吧 行 好 好 叔叔阿姨们 大家好 我是小迪 最近我身边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让我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我觉得老天爷仿佛跟我开了一个玩笑 他像是在告诉我 小迪 你受到的磨练还太少了 所以他让我磨练一番 以前遇到这种事情 看在别人发生的时候 我觉得像故事一样 但现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感觉像一场事故一样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努力坚持下去 我相信终有一天 会拨开云里见光明 这两天啊 我也在谋划着自己的出路 想着自己要去怎么样 解决自己当前的困境 然后我自己打磨了一个扁担 然后准备了一个小筐 准备上街去做一点小买卖 做一点小生意 先度过这一段时间的难关 再说吧 也有很多朋友会问我 说小子 你以前作为一个老板 又是一个本科毕业生 你去摆摊 你去做这种小生意 你不会觉得丢脸吗 其实我回答他们说 我觉得任何职业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自己努力赚来的钱 是最干净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 一步一步的努力 让自己成长起来 让自己改变起来 我也相信 从今以后 我会越来越好 越做越好 会一步一步的 重新回到正轨上面 希望所有看到视频的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都能够支持我 鼓励我 哥哥姐姐们 大家好 我是小迪 最近我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寂的变化 因为生意上的失利 导致我从以前那个 自信阳光大胆的小迪 变成了现在一个 胆小害怕自卑的小迪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 我只知道我不能够被打倒 因为还有这么多支持我的人 爱着我的人 在鼓励着我 我也相信 我一定能够挺过来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不想连累 我不想连累身边的家人 还有朋友们 所以我没有告诉我的父母 他们并不知道我目前的情况 我心里非常的忐忑 过两天我就要去见小凤的爸爸了 他们家里人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努力 用自己的方式 重新证明自己 叔叔阿姨们 希望你们也能够给我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我会坚强地走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